唯东义又多了一个传奇事迹 近日,唯神又登上热搜 别人上热搜顶多一两个 唯神直接一下子四个热搜 曾有一位北大老师这样说过他 不会的问我 我不会的可以问唯东义 唯东义不会的那这道题肯定是错的 这还真没说错 这不,人家六个博士花了四个月都没解出的难题 唯东义动动手指 仅花一晚上就解了出来 就在前几天 一位网友用PS5做了一个人cluster 用来模拟某些产品的物理性能 这位网友可谓势在必得 因为他表示自己有一个很强大的团队 团队中有六个人都是北大的博士 所以在做模型的时候 一路顺风顺水地进行着 前期模型方面展开得十分顺利 但越到后面 模型的问题越来越多 由于模型开始变得复杂 在做模拟性能的时候 时针率就非常高 这时,六位博士才真正感觉到了难题 他们准备权力的功课 他们清楚地知道问题出在哪 明知只要解出 在维斯托克斯方程就能进行进一步测试 但是这对于他们来说难度极高 所以苦心灵想了四个月还是没有解开 于是团队就开始想办法 天无决人之路 在五一前后 团队中有个人说认识维东义 想看看他能不能帮我们的忙 众人听到后 仿佛找到了救命稻草 让这个人赶紧联系维东义 他们起初还会担心 潜心做研究的维东义会不会帮他们 但这个想法完全多虑了 刚联系到维东义 他就同意帮助解纳维斯托克斯方程 于是 众人就默默地等待维东义解完方程 再进行下一步 让他们都没想到 这边才睡醒 那边的维东义就带着答案来找他们了 这种速度让众人感到惊讶 速度快不说 经过测试发现 和过往的真实实验数据匹配率高达99.8% 这个数据表示维神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 这种小说剧情居然出现在了现实 众人为了感谢他 给维神准备了现金答谢 但维神的一句话给众人和网友整无语了 题目太简单了 不要报仇 不得已 众人只能给维神的公交卡冲前 并且是最高金额 如此戏剧性的一件事 无不透露出维神强大的实力 这是维神为了拒绝哈佛而说出的话 因为哈佛为了得到他不惜打破百年效规 学识让哈佛兜手养的维神 从小就展现出不足的实力 维东义出生在山东的一个教师家庭 父母君是山东大学的教授 由于父亲是一名数学教授 家中关于数学的书籍数不胜数 普通孩子看到家中那么多的数学书 躲还来不及呢 而维东义却如看到新大陆般异常的新奇 当其他孩子还在看漫画书和玩意八时 维神早就翻来了数学书开始的计算 当其他孩子还在为加减乘除一头雾水时 维神早就研究更深层次的数学问题了 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维神偶然间看到了 一本名叫《华罗庚学校》的书后 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数学 从此 维神在数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但在生活上却越险越深 满脑子都是数学的他 在生活上已经失去了部分的自理能力 生活上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对于维神来说都有点困难 维神母亲也不厌其烦地帮助维神的生活 在维神上初中时 他上课老是迟到 老是问他为什么迟到 他的回答让老师也是相当无奈 他说 我不会骑自行车 所以只能走路上学 而且别看维神是数学天才 他偏科十分严重 数学满分的他 语文却经常不及格 这也让老师们很是头疼 在初二的时候 维东义被发掘去了 山师傅中的奥数训练队 从此他研究数学之路 更是一帆风顺 在训练队的一次解题中 让教练们瞬间颠覆了 对维神的认知 他们知道维神很强 没想到这么强 在解一道很难的奥数题时 教练花了三个小时才解出来 而一旁的维神 同时也在跟着教练做 没想到只用了一个小时 就完成了几题 如此的天赋 让教练们更加重视维神 在教练们的帮助下 维神一路过关斩将 被北大录取 在被北大录取之前 也是拿了很多数学方面的奖项 在北大毕业后 维神还想继续学习 于是很多学校给维神抛出橄榄枝 哈佛也在其中更是为了得到他打破百年校规 可以不看他的英语成绩直接录取 并且还配备翻译 但最终为东义还是选择了北京大学 选择了留在国内 我想 这也是维神为了奉献祖国才做出的选择吧 倒追维神的北大女研究生 为何却被网友嘲讽吐信天花板 说到维神 我们都知道他在数学上可谓不所不能 由于一心的爱好数学和研究数学 这也让他根本无心参与感情方面的问题 与其说无心参与 不如说在感情方面 维神可能一窍不通 所谓无心插柳柳成因 就是这样在感情和生活上 不是那么优异的男生 却用自己独特的魅力 吸引到了一位女研究生 这位女生也是北大的一位学生 他非常喜欢维神这种不爱说话的性格 和优异的数学成绩 但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可能没有恶意 却把网友们惹怒了 他说 喜欢维神的高智商 但如果再帅一点就好了 这样一番发言 不仅让众人想到其他方面 喜欢维神又在意别人的长相 还被人直呼谱信你天花板 也有网友表示维神并不需要女人 这句话也是被这位研究生回复 说到你怎么知道不需要女人 再遭到网友们的不断抨击 这位女研究生也不坐以待毙 直接发文声称自己喜欢维神的具体原因 维神在他眼中很特别 毅理挑一 对待事情十分专一 是这个社会真正意义上 为数不多的优质偶像 是当之无愧的男神 更多的是处于欣赏和仰慕 呼吁网友们不要再黑他了 也不知道这位研究生 是真正喜欢还是薄流量 不过 作为人文社科专业的他 却经常跑去听维神上课 虽然他自称听不懂 回去立马就忘掉 但对于听维神上课 他还是乐此不疲 研究生也是下定了目标 在2022年 一定要追到维东义 也有网友吐槽 如果有女生更为东义成了 馒头肯定管够 就是估计平时说话的时候 会找不到话题吧 表述学可以滔滔不绝 但聊对的估计就会一问一答 很早之前 维神在一次采访中就表明 暂时不会去谈感情 正所谓 心中无女人 拔刀自然神 想必没有感情的左右 为神在数学领域上 肯定越走越远 对于感情的事情 衣服穿在自己身上 才知道合不合适 所以为神肯定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 想要一个什么样的 我们还是对此 保持一个美好的期待吧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